Let's go! YO! 歡迎收看 HiSoul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阿朗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阿朗 我們今天試了兩雙新鞋 分別是全新配色的DEMI-4 還有Harden Browns Edition 2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它是夏日配色 跟之前的配色有點不同 性能應該一樣 但是我們試完之後都各有感想 不如我們逐個說吧 我今天試這雙鞋就是DEMI-4 其實它最新的配色就是夏日配色 主要是體驗在鞋底 你看到鞋底的色跟之前不同 之前是全黑和全白 中間這裡有Linit的Logo 後面就沒有它那句金句 但是還有它簽名 我就覺得其實它面的顏色 真的一般的 不要介意我這麼說 我覺得它底是蠻好看的 但是其實真的打球 很可見到一個底 所以我覺得外觀 我想都是被三六升到 剛才我穿的時候 就覺得其實它的急停 即它的鞋底的磨擦 其實都蠻好 你看到它的鞋底 其實它的紋真的蠻深的 所以它很多時候急停 或者它做一些很快速的轉向的時候 其實我都覺得它的鞋給我的反應是蠻好的 但是呢 我唯一一個覺得不是這麼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前底 其實是有一點點薄的 剛才講到Treasure 即是講到磨擦那裡 其實我也覺得可以給四分 這雙鞋用了Bounce底 即是跟Bounce底有一點點 但是它的鞋面呢 其實我可以見到 是很薄的 即是相比起它的鞋底來說 是薄很多 所以剛才我做一些 可能一些用前腳落地的動作的時候 我的前掌是有一點點痛的 這個給我的感覺就不是很好 它的鞋紋比較深一點 即是我覺得打塞外場的時候 就是很有機會 會入到一些砂石下去的 不過如果你保持著室內場打都OK 還有它鞋身比較輕一點 所以我會覺得它適合後衛 尤其是一些出道型打法的球員 那麼它後端落地其實 還有它後面的支撐都OK 所以可能Cousin都已經夠夠了 所以可能Cousin上面 可能會給四顆星 我穿的時候覺得挺舒服的 可能是去兩邊 是收窄了一點點 我穿的時候都要了一點時間適見 但是我發現我都OK 所以可能小適度也會給四顆星 Damid系列也是用中價位去招攬 用Linert的話 就是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有錢穿到一雙鞋 總之來說我覺得它的性價比也挺好的 那可能Overall 整雙鞋都會試得吃 我試這隻是Harden的Bounce Edition 2 看這個外形有點像那些非洲部落的圖頭 黑色低調得來又帶一些浮誇的顏色 例如你說有一點點特色 但又不想太搶眼 我覺得這雙鞋都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外觀衣服方面我會比較五分的兩款 它的底部會比較適合打塞內場 如果你打塞內場的話 可能這些一小小的革紋 不能夠絕實地 可能會令到你 例如有一點點滑腳之類的情況出現 那麼摩擦力這個方面我會比大概三針 三針 緩震力方面 我覺得搶攔板落地後腳跟有一點點不均勻 如果你說不小心插錯腳的話 可能會有機會導致扭傷的情況出現 但是整體來說 你跑、急停、腳跟發力 開始去起步的那些應該都非常好 Fusion 方面我會比大概四分 這雙鞋其實非常舒服 因為它本身沒有太多硬的膠在上面 鞋面也沒有硬的膠 大部分都是針直 所以你穿起來其實跟一些跑步鞋很接近 但是又會有籃球鞋的那種彈性 所以整體來說穿起來非常舒服 雖然它穿起來舒服 但是保護程度是非常弱的 你急停的時候 可能鞋邊會有些少許變形 例如你落地的時候 不一定如果踩不穩的話 我想會有少許問題 在這個方面 整體來說我覺得如果舒適度 和保護性加起來給一個分 我會大概給三分左右 透了一點在保護性上面 這雙鞋 overall來說 我覺得其實都是舒服好穿的 我自己建議都會買的 所以我大概會給四分 我來自然之間 在ě面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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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